对了 你转告清谷 清家由我前往战场 并不用排除家族弟子 再参加世家联盟了 此事我自会和中央王朝的人说明 柳明随即又吩咐道 是的家主 我一定转达清谷长老 清语用力点头 柳明又告诫了清语等人几句后 清语等人 便离开了金心园 朝着皇城之外飞顿而去 柳明看着一行人离开的身影 有盘魔符 他们一路之上应该无恙了 他随即转手看向了皇宫方向 片刻之后摇摇头 身形一晃的落到了他的房间之中 喷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这几天来 他神经一直紧绷 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此时此刻 魔筐宫某个秘境 此处青山绿水 丝绣如春 各色植物 花草开满山坡 景色极美 无数山轮环抱中 一个方圆数千亩的湖泊 平滑如镜 湖泊中央 凭空浮现着一个 古色古香的八角观景台 正是皇府玉珀 开辟的秘境 此刻 赵秦颖和皇府玉珀 正相对而坐 品着茶水 这次皇储大选 虽然出了意外 但是中央蒙朝 顺利和三大豪族 结成联盟 看来这次叛乱 很快就会被平息了 因而 这都多亏了你 用水镜术 保存了柳家的恶行 皇府玉珀 放下手中的茶杯 然后笑隐隐地 看着赵千颖道 赵千颖此刻 一身白色沙衣 整个人虽然戴眉素抹 但惊人滋容 丝毫不减 浅眉雨间 再发出几分 淡淡的娇媚之色 皇府玉珀 感受到了赵千颖身上的魅意 秀眉微皱 师尊 我当时只是顺手为之 我可没想过要帮他 赵千颖的脸上 笑容顿失一脸 脸色微冷 淡淡地说道 皇府玉珀文言 心中涌起了一丝无奈 口中轻叹了一口气 便在此刻 他眉梢一挑 挥手打出一道紫光 身前的虚空裂开一道缝隙 一道紫色蜂蜂飞了出来 落在了他的手里 皇府玉珀神时 探入蜂蜂之内 脸色不由的一变 师尊 发生了何事 赵千颖有些好奇地问道 是那个柳明 他刚刚从虚扬镜中出来了 皇府玉珀收起了传音符录 语气淡淡地说道 赵千颖美眸一闪 随即又收敛了起来 哼 此人这次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那个人肯定不会简单地 放过他的 赵千颖漫不经心地说道 没错 这次皇储大选 因柳明而意外失败 让整个家族失了颜面 魔皇大人 让他跟随大军 征伐柳家叛逆 以赎其罪 皇府玉珀眼中 闪过了一丝笑意 说道 赵千颖闻言 脸上担忧之色一闪 又恢复了 若无其事的样子啊 柳家的实力 赵千颖在摸冤秘境 便已亲身感受到过 而且这次 又是双方主力决战 自然很是危险 赵千颖的脸色变化 自然逃不过 一直关注他的 皇府玉珀的眼睛 他淡淡一笑地说道 师尊这次 也会带领一个军团出征 我会设法将柳明 调到我所属的军团之内 因而 我也准备带你参战 赵千颖听闻此言 俏脸微微一正 一双美眸 看向皇府玉珀 为师此举 并非心血来潮 一来 你如今修为 已至天象中奇 可以在生死决战当中 历练一番 对于突破后期瓶颈 也有不少注意 另一方面 摸黄大人 既已经答应了 你和柳明的婚事 只要此战结束 就让柳明 与你极为 双修伴侣 所以趁此机会 你也可以与他 多接触一下 皇府玉珀 淡淡一笑 说道 谁要嫁给那个柳明 赵千莹脸色微红 哼道 影儿 不要任性了 你的五级幻魔宫 原言已失 若是无法和人 合集双修 长时间下去 会对你的身体 产生不小的损害 你现在 应该感觉到了 黄府玉珀叹了口气 说道 赵千莹脸色一阵变幻 最后垂下了脑袋 似乎默认了此事 影儿 你明白就好 黄府玉珀 拉住赵千莹的手 握在了掌心 脸上露出宠溺的神色 赵千莹脸色微红 没有说话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上次因为你擅自离开皇宫 进入魔怨秘境 魔皇大人极为震怒 已经吩咐下来 没有他的批准 严禁你再次离开魔皇宫 黄府玉珀看着赵千莹 继续说道 哼 要他管 赵千莹文言 秀眉微皱地说道 黄府玉珀轻笑道 这次和柳家大战 虽然危险 但你就跟在我的身边 又有重兵护卫 只要你主动 跟魔皇大人解释一下 相信他一定会同意的 赵千莹听闻此话 俏脸面无表情地 站在那里 轻咬着自己的嘴唇 一声不吭 黄府玉珀 慈爱地看着赵千莹 一伸手将他搂在了怀里 轻声道 傻孩子 毕竟你们是妇女 有什么是说不开的 你父皇可是十分关心你的 而且你母亲的事情 确实误会了你父皇大人 我才没有误会她 若不是因为她的话 母亲也不会 赵千莹想到了什么 眼前欲红 黄府玉珀口中轻叹了一声 轻轻地抱着赵千莹 口中安慰道 乖孩子 不管当年究竟如何 你要记住 慧姐姐从来没有怨恨过 魔皇大人 赵千莹脸色一阵变幻 半晌后 睁开了黄府玉珀的怀抱 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狠狠地一跺脚 化为一道紫色顿光 一闪地消失在了茫茫群山之内 看着赵千莹离去的背影 黄府玉珀的脸色 一阵变化不定 两酒后 轻叹了一口气 魔皇宫一处偏殿之内 此处是黄府庸平日处理国事之处 此地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奢华的建筑 反而比起其他地方 朴素很多 宫殿附近也没有什么人看守 显得异常的安静 便在此刻 一道紫色从远处飞顿而来 落在了偏殿前的一处空地之上 现出了赵千莹的身影 赵千莹看着大殿之内 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的神色 片刻之后 他用背驰轻咬了一下红唇 脉步走进了大殿 大殿之内静悄悄的 空间颇大 赵千莹脉步望着里面走去 转了几个弯后 来到了一处宽敞的书房门前 书房之内 黄浮庸正在临桌 浮案书写着什么 听到声音抬起头来 看到赵千莹的身影 脸上一震 随即露出了一丝喜色 影儿 你终于愿意主动来找我了 黄浮庸忽然站起身来 走了出来 赵千莹看着 与平常深沉危言 截然不同的父亲 心中微微一热 但他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两人相视而立 一时间怎么也张不了口 影儿 我知道 你还因为当年的事怪罪于我 我又不想辩解什么 当年确实是因为我的无能 导致你母亲被人掠走 魔皇见赵千莹如往常一样 脸色不由的一暗 缓缓地开口道 我这次在摩云塔的第九层 感受到了 那天抓从母亲当时的空间气息 赵千莹眼睛微红 口中说道 黄浮庸听闻此话 脸色微变 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溃涩 现在我无力去寻找惠儿 不过你放心 总有一日 我定然会去找你的母亲 将她带回来的 黄浮庸的眼中光芒一闪 指示着赵千莹 一字一顿地说道 此事我不想多谈 这次征讨黎州柳家的战事 我也想参加 赵千莹移开了目光 话锋一转地说道 不行 黄浮庸听闻此话 脸色一变 一挥袖袍 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很快就要冲击天象后期了 此次实战历练一下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次是我随时尊义去的 有重兵保护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更何况 此次评判 是我们黄浮家族 与三大豪族的联盟 由我这个公主前去 可以增加黄朝的信服力 赵千莹或人转过头来 目光盯着黄浮庸 坚持道 赵千莹的坚持 让谋慌一愣 而且今天 也是他第一次主动来找自己 黄浮庸目光一阵闪动 转瞬间想到了什么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开口道 你如果坚持要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但必须保证 一定要跟在欲破的身边 不许独自行动 赵千莹闻之一喜 难得的谢了一声 我知道的 谢 谢谢你 黄浮庸听了 也随之一愣 接着心中一喜 刚想要说点什么 赵千莹已经转过了身 快步离开了大殿 黄浮庸望着赵千莹 离去的身影 口中为他了一口气 眼中露出 一丝复杂的神色 与此同时 摩荒宫内 另一处装点精致的宫殿内 一个身穿紫袍的青年 正在和一个 面容儒雅的紫袍老者 说着话 紫袍青年容貌俊逸潇洒 赫然正是黄浮庸之子 黄浮健骨 不过他此刻 脸色有些阴沉 紫袍老者 正是黄浮庸麾下的 四大尊者之首 黄浮战天 战天长老 那个在黄厨选拔时 坏我好事的人 背景查清楚了吗 黄浮健骨看着蓝袍老者 问道 黄浮流水死之后 众黄子黄女当中 自己无论资质还是修为 都所最高 他本来对此次的黄厨 甄选仪式非常期待 认为是师拿久稳之事 却不曾料到 在关键时刻出了意外 对这个破坏自己好事的人 他自然是恨之入骨 建古黄子尽管放心 此事老夫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人叫柳明 天相静后期的修为 原本只是藏州一个小家族的家主 侯爷刘家叛乱 剧族迁到了泉州 在阎云山脉重新安定下来 此人本来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不知为何 尹公主似乎对此人有几分情意 而魔皇大人也似有应允之意 皇甫战天目光一闪 脸上有几分疑惑 对皇甫战天的答案 皇甫剑骨也有几分不解 想到昆心坊中 发生在柳明身上的异想 心中不由的一阵烦躁 他忍不住站起身来 在大厅里来回躲起步子 不对 父亲一向疼爱影儿 怎么可能答应 将他驾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世家小家主呢 皇甫剑骨眉头紧皱 孔中喃喃自语道 我听闻 此事是皇甫玉破立主的 那个柳明虽然修为只有天象后期 实力却颇为强横 而且我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现在还不知真假 尹公主似乎原言已失 恐怕就是这个柳明所为 皇甫战天如此说道 当真 影儿修炼的是五级幻魔宫 当真 影儿修炼的是五级幻魔宫 若是失去原因 便必须和人双修 才能压制体内的法力反噬 若真如此 只要他不讨厌那个柳明 父皇倒真的可能会答应下这门亲事 皇甫剑骨目光一闪 沉声说道 若是摩皇大人真的答应了这门亲事 对殿下可是大大不利啊 皇甫战天说道 皇甫剑骨文言一正 随即脸色阴沉了下来 话说回来 那个柳明竟然能够引动须摩顶 必然是身负皇甫世家的血脉 很有可能是前代某位亲王流露在外的血脉 一旦他和影公主结亲 便算是皇甫世家的黄旭 这次须摩顶选中了此人 虽然摩皇大人宣称大选无效 但是难保不会在日后栽培此子 而且 皇甫战天白眉微动 脸色凝重地分析道 继续说下去 皇甫剑骨伸手摸摸摸下巴 继续夺着步伐 只是脚步中多了几分浮躁之气 感谢收听摩天记